这几天都提到了马云和马斯克 这两个分别属于中国和美国的顶尖富豪科技大牛 两者的关系既是师徒 也是充满了化学效应的偶像和粉丝的关系 问题是马云的偶像是马斯克 那么马斯克的偶像是什么呢 我说好玩鬼马天马行空 而且总会语出惊人砸人眼镜的马斯克 会去崇拜一部车 你们会信吗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首先马斯克本人就是一个永恒创意无穷 永远探索未知的人 他特别喜欢一个字母叫做X 因为X代表数学中的未知变量 象征着未来 象征着兴奋冒险和新鲜感 寓意着永恒神秘的领域和浩瀚星宇的殿堂 马斯克对X这个字母的痴迷程度 可谓无与伦比 昨天讲到的PayPal 就有他的X.com的身影 还有他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就叫SpaceX 特斯拉的SUV车型也叫做Model X 甚至2020年54青年节这一天 他给自己的第六个儿子起名 居然也叫X AI A12 分别致敬了自己着迷的X AI 人工智能和A12黑鸟战略侦察机 是不是有些不知所云 让人抓瞎的感觉呢 这就对了 这才是真正的马斯克 所以说到这 如果我说马斯克崇拜的是X 相信你也不会质疑 但他的的确确一生中都在崇拜 而且追随着一个神秘的名字 他属于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人物 而且马斯克一直都在努力践行着 自己偶像的创新之路 那是一条注定不会畅顺的开拓之路 因为众所周知 世界上任何通畅的大路 都经过了前人不断的摸索 不停的开辟和反复的铺垫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过 这个神秘人物的名字了 您刚刚留意到了没有 新闻今天继续通过不同别人的视角 深入简明的和大家探讨一下 华为之后的思考20 这个神秘的马斯克的偶像 有过无数的头衔 其中包括交流电支付 无线电支付 免费能源支付 现代物理学之付 雷达之付 X光之付 等等 等等 他能阅读11种文字 精通8种以上的语言 可以使用6种语言进行复杂深入的专业沟通 他参与实践过交流电 无线电 原子弹 氢弹 等彻底改变人类历史的突破性研究 甚至 他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 他曾准确预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期 结束日期 爆发地点 结束地点 同样 他也精准预告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战日期 结束日期 更神秘的是 甚至在1912年 他还不惜动用手头的一切资源 成功阻止了JP摩根 去搭乘泰坦尼克号 JP摩根到底是谁呢 如果您听说过摩根大通 或者摩根是单利 就会明白了 或许您已经留意到 我刚刚提到的 它是交流电支付的说法 可能已经立马联想到了 爱迪生 没错 他就是和直流电支付 爱迪生 同框共事过的 同样伟大的时代传奇 因此 在诺贝尔物理奖 创立一始的头30年里 他就先后11次被提名过 其中两次 更是和爱迪生一起敬足 他甚至在威廉恩伦秦 向世界宣布X射线存在的前几周 就已经通过X射线 成功拍摄了自己的左手 他最神秘莫测的地方 其实是他在尖端脑科学领域的实践与开拓 前面提到的准确预言 便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某些探索 他激活了人类 从未使用过的某一脑部特区 而这个脑部特区 是如何被调用和启动的 至今仍然是个谜 因为1908年震惊世界的通古斯大爆炸 把他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 此后的35年里 他24小时都被美国政府严密的监控起来了 直至1943年他逝世后 美国政府更将其一生中700多种 个人发明和各项商业专利 都列入了绝对机密等级 此后 他的名字从美国文献中消失 在美国历史中抹去 只有他的祖国 塞尔维亚的纸币上 依然印着他的头像 那次堪称人类历史上 三大自然之谜的通古斯大爆炸 只有清淡的核爆威力 才会产生出如此害人的辐射效果 偏偏在大爆炸前一段时间 这个仿佛来自火星的神秘大牛 曾经高频的出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他调阅过所有 全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机密等级的图书和地图 而在他去世后的两年 也就是通古斯大爆炸的37年 人类第一颗 比氢弹威力小得多的原子弹 在广岛上空炸响 2004年2月 马斯克在硅谷成立第一家汽车公司的时候 在亿万人的面前宣布 我将公司命名为特斯拉 是为了向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致敬 这笔叫做马斯克汽车的名字哭得多 我永远不会拿我的名字命名任何的公司 说到这 你也明白了 没错 马斯克的偶像就叫特斯拉 就是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主持设计了现代交流电系统 所以 他的崇拜者们 称呼 他是发明了20世纪的人 而特斯拉汽车 所使用的电机 同样是这种交流感应电机 所以 特斯拉汽车的logo 其实 灵感就取材于交流感应电机的横截面的一部分 同样是一种加码致敬特斯拉的最好方式 无论特斯拉还是马斯克 对比这些敢于预见未来 勇于触摸太空的科技大神 跟随他们脚步的马云 或者竹兆江们 能够看见人间的需求 回应非洲的需求 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昨天提到的竹兆江 就是利用特斯拉百年前设计的交流发电机原理 照亮了无数非洲村庄停电的夜晚 就像摩根史丹利 称呼特斯拉汽车 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汽车公司 没有之一 细心的您发现没有 这几个名字 特斯拉 JP摩根 摩根史丹利 特斯拉汽车 一个世纪后 几个名字 冥冥中 都联系到了一起 仿佛构成了一个百年预言 环环相扣的神秘回路 作为扎根非洲的传音控股 其位于深圳的传音总部 公司大楼显得格外的简单和低调 在知名品牌 铺天盖地的死死森林中 很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与国内的顶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 小米不同 传音 传音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走向了成功 就像神秘的特斯拉一样 通过神秘的方式影响了整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 尽管传音在中国国内没有销售过一部手机 然而 它却主导了千里之外的整个非洲的手机市场 甚至打败了三星 苹果 诺基亚 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 在拉格斯 内罗币 和亚迪斯亚贝巴 这些大城市里 繁忙的街道两旁 都充斥着 传音极箭品牌 TECNO 蓝底白字的招牌 别一样的传奇 如果没有在一个世纪出现 必将会在下个世纪出现 不同的精彩 如果没有在中国出现 必将会在非洲出现 在国内 默默无名的传音 在非洲 却有着好玩的精彩 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 且在下回分解 明天 新闻将继续 就这个华为之后的思考话题 深入探讨 揭秘更多 敬请留意 好了 新闻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您感觉 马云偶像的偶像 居然比爱迪生还厉害 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感觉特斯拉传奇的一生 其实并没有马云的偶像 对这个世界实际贡献的更多 欢迎打入二字 如果您觉得没意见 欢迎打入三字 新闻欢迎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订阅 多多评论 我说 世事多未知 明明百年事 宇宙藏浩渺 英雄藏寂寂 2020年10月7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 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 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